1次风暴消息 8日东北列峰或捕风讯号生效 并会最少维持到正午12点 在凌晨4点 超强台风摩蝶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 大约370公里 如辽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15公里 幻光南海北部大致移向雷修半岛至海南岛一带 天文台说摩蝶集在香港西南面略过 今早会和本港位置大约300多公里距离 而本港多数录得30毫米雨量 大埔区和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 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超过70毫米的大雨 和超强台风摩蝶集相关的裂峰区正影响本港 高地间中踏步风程度 此外和摩蝶集相关的距离雨带 会继续影响本港为我们带来狂风大骤雨 市民请保持警惕 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 天理方面 预测今天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冬至东北风 离岸和高地间中踏步风程度 渐转吹东南风 稍后风势会减弱 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而摩蝶集港期间有两男一女受伤 去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 另外政府涉到32棕林树报告 在尖沙咀有棚架倒下没有人受伤 尖沙咀金巴里街一个建筑地盘 一幅大型棚架被强风吹倒 消防到场了解并封锁有关路段 由于天气恶劣 棚架要等到早早清理 而在港铁天后站出口附近 晚上10点多 一棵大约10米高的树倒下来 打横躺在英皇道两条行车线 消防及警方到场处理并封锁受影响路段 巴士公司在8号讯号下调整服务 九巴及龙魂N64线维持正常服务 其余通宵路线暂停 而成巴所有通宵路线都暂停服务 预计今宵个别连接机场和口岸路线 会维持有限度服务 其余日间路线暂停 风暴消息到此